波特王因为总统两个字遭到了中国大陆合作厂商Puppy2解约 那么这家公司还大动作地发出了声明 表示波特王的价值观与公司是有分歧的 严厉地斥责任何有损国家荣誉的言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捍卫国家主权 而这家公司的幕后金主也曝光了 它就是中国大陆很知名的网红Puppy醬 Puppy醬的本名叫做江亦磊 它在2016年的时候 以这个吐槽搞笑的风格走红 被称为是2016中国大陆第一网红 不管在微博还是抖音 都拥有超过3000万粉丝 即使在对岸要翻墙才能够经营的脸书 也都有将近40万人关注 而双方解约之后 两岸的网友也是不甘示弱互嗆 双方没有交集 当你的女朋友说我不吃 其实他的意思是 我想吃蛋糕 我想吃巧克力 我想吃火锅 我想吃麻辣糖 自拍影片 发型背景变啊变 女友真实想法大公开 女生看了好有感 男生看完挫勒蛋 她就是中国大陆网红Puppy醬 在微博有超过3000万人追踪 即使在对岸要翻墙才能经营的脸书跟YouTube 也都有三四十万人在关注 在两岸都有名气 这回再成为台湾媒体焦点 全因为这件事 因为总统两个字 中国大陆Puppy2发声明与波特王解约 声明里提到与波特王的价值观有了分歧 并对波特王在社交平台上做出的不当言行 强烈谴责决定解约 更在文末重申一中原则 这家公司背后的大金主就是千万网红Puppy醬 事件爆发后 Puppy醬微博一面倒支持公司 更说如果没有Puppy2 没有人会认识波特王 但在脸书方面不少台湾网友在影片下方留言骂翻天 除了用总统蔡英文照片疯狂洗版 更说节约行为是因为她玻璃心随地 我有一个时候特别放不开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No 不是 是签罪你的时候 你给我封住 过去两人还曾和拍影片 现在恐怕成为绝响Puppy醬本名江亦磊现在32岁 2016年时影片男性生存法则爆红被誉为当年中国大陆第一网红 广告价把更含到2000万人民币 过去曾创下直播一个半小时吸引2000万人观看 必吸金90万人民币的记录 而Puppy2是Puppy醬与Angela Baby经纪人杨明在2016年创立的网红经纪公司 短短三年员工人数以及旗下博主都破百人 如今为了波特王总统两个字中断合作缘分 只能说选举期间涉入政治挑起两岸敏感神经 江江亦讯中台北昌报道